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情上很轻松 尤其沿路又看到很多优美的风景 心情更是愉快 当我们看到Scargate Valley Casino 就知道我们快要到营地了 因为这是进到营地唯一的一条道路 我们在这里停留了四个星期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TD的营地不是只能停留三个星期吗 我们在这里就是用了每一年有两次延长一个星期的机会 当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再多付29块美金 就可以在同一个营地多停留一个星期 我们实在太喜欢这里了 所以决定再多留一个星期 在我们停留四个星期的这段时间 我们去了很多景点 有时候也会留在营地里面 我们经常会在营地附近散步 在营地里就可以远眺贝克山 我们停留在这段时间 我们停留在这段时间 正是黑莓盛产的时期 所以我们经常会去散步和拔黑莓 我们都会把黑莓这样处理过后 再把它冰起来 每天都有新鲜的黑莓可以吃 我们在散步时 也认识了当地的居民 他们很欢迎我们随时栽采他们家的水果 感觉非常的亲切热情 我们停留在华盛顿州的这段期间 我们的三个儿子从各自的不同城市 飞来跟我们会合 然后一起旅行 我们经常会有不定期的旅游计划 聚在一起享受欢乐时光 这就是我们家族旅游的方式 首先我们将要带大家去贝克山 贝克山是在大约一万五千年前 最后一个冰川旗 结束之前 由熔岩和火山角力岩堆积而成的 它也是克斯克特山脉中最年轻的火山之一 海拔三千两百八十五公尺 全年降雪量高 冬天是滑雪胜地 进入贝克山前 我们来到了Glasher Public Service Center 在这里可以查询到最新的路况 还可以索取地图和购买必要的许可证 更要来看看大树的年轮 照着地图我们就会来到 North Saks Falls的停车场 照着指标走 就会看到North Fork North Saks River 这里的河水清澈 水量充沛 是一个很轻松就能到达的旅游景点 更要拍一张照片 让我们留下美丽的回忆 沿着五四二号公路上山后 就会来到公路旁的Pichu Lake 这是我们用相机拍下来的美景 也是华盛顿州排名第一名 被选出来应成阅历的景点 湖边平坦的黄湖小径 是轻松的无障碍步道 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走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来看看贝克山的美 2011点 2点 相机 2011点 完成 2011点 2点 2011点 达荡水 2012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毕克山每年六月中旬开放 到十月中旬 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 车子可以开到最高的 Artist Point的停车场后 在上山走步道 在上山走步道 毕克山的美景 让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让我们的家族旅游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看到了Space Needle 就知道我们来到了西雅图 一早我们来到了Lola 有名的Branch餐厅 他们的餐点很美味 他们的餐点很美味 饱餐一顿后 我们来到了西雅图的拍客市场 拍客市场是西雅图最重要的观光景点 每年吸引一百多万名游客 这里有很新鲜的海鲜市场 它是全美国最老的农贸市场 以贩卖当地出产的农作物文明 也被称为西雅图心脏 拍客市场是来西雅图不能错过的地方 这是全球最大咖啡连锁店 星巴克的第一家创始店 就在拍客市场对面的街上 每次来都会看到很多人在排队 这是星巴克的原始logo 离开了创始店 我们来到了星巴克的典藏咖啡旗舰店 这里面分成好几个区域 有咖啡区 烘豆区 面包区 咖啡调酒区 精品咖啡区 还有商品区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展示 一走进来就觉得很震撼 让人眼花缭乱 每一区的特色都不一样 现在各位看到天花板上的管线不是用来装饰的哦 它是有用来负责运送新鲜咖啡豆的功能 我们选择了三种不同的咖啡来品尝 这对像我们一样喜欢品尝咖啡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有计划要来的朋友 记得要规划多一点停留的时间 我们也参观了华盛顿州立大学 晚上我们来到了Carrie Park 看夜景 它距离西雅图市区很近 开车只需要十分钟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Space Needle 这也是一个免费的美丽景点 在Malmerner营地停留的这段时间 我们又去了TT的另外一个营地 Prison Bar Resort 路途中我们看到了美丽的哥伦比亚河 我们即将结束在华盛顿州的旅游 准备往奥勒冈州和加州移动 行前我们要开始规划路线 上网搜寻行经道路沿线的路况 确定没有经过限高的桥梁 和窄小的道路 做好行前规划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就是我们从Malmerner移动到西赛的路程中 我们的仪表板从179999英里 跳到18万英里 看到增加的里程数 心中莫名的开心 我们又再度回到了我们喜欢的营地 我们在西赛也是停留了三个星期 这是我们在奥勒冈州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 所拍下来的照片 如此美丽的风景让我们流连忘返 经过了六个月的旅行 我们又回到了加州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影片 希望您喜欢 回到了加州 我们又去了哪些地方旅游呢 我们用影片和照片 记录我们的房车旅游生活 来和大家分享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如果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也请在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一一回复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